他可以買啦 這個沒有人說他不能買 問題是人家直接對比的就是 侯友宜嘛 韓國瑜嘛 賴清德 蔡英文嘛 都沒有事 宋楚瑜嘛 那為什麼你與宇宙不同 那第一時間的說法還是說 跟大家都一樣 蔡英文也有買辦公司 沒有嘛 我們在家怎麼說的 不告訴你 藍綠比我還差 對不對 就是說為什麼 我們說的是總統級的候選人 就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做的啦 為什麼 你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吧 因為人家對你有期待啊 反正你就是與眾不同嘛 你要我幫你自己這樣的 與眾不同的行為辯護 沒關係啊 祝你幸福啊 下班就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各位網友 大家晚安 今天 禮拜三 跟大家一起聊的是 耶魯正學博士 亮叮噹 鼓掌 嗨 謝謝 謝謝 學寶 謝謝 趕快歡迎學寶 從天上掉落 掉落反省有沒有 還有我們這個 今天那個學寶 我們下班甜心學寶 就坐在這邊 因為他腳有摔倒啦 所以腳痛痛 所以就不要下椅子啦 好不好 對 好 我們下班甜心學寶 好 嗨 謝謝 你有看到他很煙氣的嗎 遮住也還是穿藍白的 我想 Dress code就對了 Dress code就對了 Dress code 好啦 好啦 下次來來問他好了 你看他那個總統辯論會 總統就職 他都帶一條紫色 可能有師傅跟他講的那種 紫氣東來還是怎麼樣 他都沒有用綠色 不然大家去看 都是紫色 好 今天要跟大家談 柯文哲 對 柯文哲這個 這個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我們現在目前 早上在錄影的時候 聽說這個威京集團也 檢調好像也要去收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對不對 他指基金在不在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 我聽說他好像是不是剛好在國外 那如果一層一層的 審議委員也約 副市長也約 然後呢 金華城也約 也去查的話 柯文哲一定會 一定會 被約談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事 威京只有搜索是不是 對 現在看起來是去 那OK 對啊 他本人差不多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錄影現在 還沒有看到全貌 他至少會約談威京的高層 不可能自己搜索 對啊 搜索一定有約談的 就是有一線 表示他已經 市政到一定程度了 對 才會搜索 對 那之後一定有約談動作 那亮哥你覺得 暫時 會稍高僚三五萬耶 那個金華城一個案 政治獻金一個案 政治獻金之前也有查 檢調北基站也跑去台灣 沒有啦那個 檢調的邏輯都很簡單的嘛 政治獻金 就是約談端木正 查假賬的真相嘛 李文中李文娟就是查金流 木口公司的金流的方向嘛 那金華城也是嘛 約談彭正森 就是要了解決策是怎麼做的嘛 如果是金華的高層 那就是要約談資金流向嘛 那就是這樣啊 因為坊間有一些傳聞嘛 他就要問你是不是有這回事嘛 比如說你有沒有給錢 給科或給 都委的委員啊 因為這個江湖上都有一些傳聞 他一定會問你 那這兩個罪不一樣喔 一個是土利 一個是受賄 都很慘啊 五年七年啊 都是長的耶 其實我一天喔 我問了一個法律專家啦 他跟我說什麼叫土利罪 土利罪前面有一句話叫 民之違法 對不對 所以民之違法要展現在哪裡呢 但是 你在審議的過程中 有人表達反對意見 就說這是違法的 但是你沒有 如果假設沒有 你把它換掉 你把它換掉 直接換掉 都是都委委員啊 宋政邁不是出來說 不同意見的被換掉 對 他們講的可能就是 他反對啊 說這個有違法的可能性嘛 對 那所以盯要問說 這樣就叫做民之違法 是嗎 因為有人跟你講 可是也要查內容 他是不是說反對吧 還是說不用查 沒有啦 他們發現有紀錄啊 我是怎麼說 你兩個講真的條件滿足 對啦 我是在講條件滿足啦 法律的條件滿足啦 對 對 就是 除非你要證明 以前有人做過 你一定要怎麼證明你合法 就是說我並沒有民之違法 就是說這個有權利 或者是市長的職權 本來這個就是我的權利 跟我可以提高到840 可是監察院 也對這個做出糾正 對市政府這個決策 說840監察院認為不一樣 所以這個變得 因為他要證明他沒有圖利 法律上的證明就要證明 這個是有權利的 第二這個是我的職權 我要你怎麼去證明 所以這不是在你講的 你知道嗎 法律都要照證據說話嘛 所以你進入司法就麻煩在這裡 不是在你講的 阿姨阿姨也有兇嫌嗎 大巨蛋 柯文哲現在屬於兇嫌狀態嗎 看來是危險也是安然過關 量哥講的那個 柯文哲原本禮拜四是要開七折 會今天禮拜三嘛 那早上昨天好像七點多 他從家裡面出來的時候 大家講說 因為彭聖誠是更往前推一天 就禮拜一的時候有去 台北市議會嘛 那台北市議會的時候 他沒有講 因為彭聖誠本來就已經被檢調 沒有被告別的 因為他約過談 他有些話不能講 他說我們不要講 但是他跟議員說 議員出來轉述啊 由淑慧許書講說 他說是柯文哲交辦的 那民眾黨那邊也有說明 他是柯文哲交辦他開會 又不是交辦他說 同意 對嘛 對 那這個情況之下 昨天早上 禮拜二早上七點十分的時候 柯文哲從家裡面走出來的時候 記者問他說 彭聖誠說是你交辦的耶 他說 我來開一下記者會好了啦 所以大家本來以為 柯文哲要開記者會講 但到了昨天下午 他離開民眾黨的黨部的時候 講說 他是要講政治獻金 他說沒有金華城 所以金華城部分 柯文哲明天的禮拜四 可能是沒有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 如果連衛京集團都被 這次獻金 有突破嗎 不是啊 這次獻金 他說他拜四 不知道要說什麼 可能跟他的商辦有關 等一下我們就一個人來講 所以開場是因為 先談到的那個金華城 就是如果以亮哥 你的直覺來看 建議柯文哲要看今天的節目 你如果要開記者會 你要回答法律要件 你不要跟你講 因為檢方跟法院在認定有沒有罪 就是法律要件的問題 譬如說人家在查 不可資金流向 人家會查很多啦 不可資金絕對不是為了假帳的問題 一定是為了資金流向的問題 這裡面有很多都可能觸法 譬如說他跟民眾黨是什麼關係 你如果是黨營失業 那政黨法啊 你有罪啊 你會被罰款嘛 對不對 那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個資金流向有留到哪裡啊 你要確定 跟你相關人的帳戶都無關喔 就是說 你一定要就法律要件回答 不然你正在說 因為已經發展 案件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 你正在說是沒有用的啦 你知道吧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 坦白講我們在外面看的人 都已經知道一些事證了 譬如說民眾資深節目 那個斗內差一點就要匯給木可 那這個不是黨營失業是什麼 對吧 民眾資深是黨營電台啊 對不對 然後 你要辦演唱會 為什麼餘款 77萬要匯給木可 這是根據什麼 我想說你要針對法律要件回答啦 你不容易過關的啦 那當然 如果存就查帳的部分 他沒事啦 因為查帳本來就牽連不到候選人本人嘛 候選人不可能去管帳啊 可是你有沒有拿到錢 這個 這個完全是兩回事啊 好 如果沒有進到個人啊 就金流部分就是到木可 黨賺的錢 斗內的錢 或是什麼 或是開這個演唱會的錢 那柯文哲如果最後的認證就是說 我就是希望我們黨有一個 能夠賺錢的來幫助黨 不行嘛 那這只是會被罰錢 還是說會有刑責 這個沒有刑責啦 就是 就是那個機構要立即被拆車 看起來這個 然後要罰錢 對 你看他木可那時候就宣布說 他要請三個公司 停業 所以看來就是承認說 我們本來想的太單純了 我們知道原來是不行的 錯了 我們犯錯了 好像這樣子 這個是就 這個是就政黨法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就一馬歸一馬 對 那你就 你就保佑 資金流向都是clean的 都是clean 你要知道那個clean 這意思是包括禁種 這個木可是 常常跟禁種的錢是 混在一起的 對不對 所以人家一定會有一些細節 好 我們請那個 學寶來跟大家講一下民調 但是其實在講這之前 我問你一件事 對 上次柯文哲來的時候你在不在 我在啊 對啊 因為 剛剛有跟他講啊 他上次選後有來啊 就坐這裡 他說他要小早開店 我們就想政黨不能經營 我跟你講 這 我們長期在 我在學校還交過人際溝通 你跟他講就沒有 就不接受是不是 不是不接受 他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跟他提醒 政黨不可以這個營利啊 為什麼 而且他黨部裡面好像有人跟他講耶 政黨不得營利 你不認為有人會辦這個事嗎 其實這個議題還沒有出來耶 檢方有講到政黨法嗎 沒有 是啊 所以這個議題目前還沒有出現 目前查的是政治獻金法 然後那個偽造文書嘛 虛偽不實 對啊 上外報啊 讓公務員登載錯誤 登載不實啊 對不對 那個是刑法 塗利嘛 不是塗利啦 塗利是金華城 因為私吞資金啊 目前查辦的方向是這樣 對啊 所以我跟你說喔 有很多不是你提醒他就會注意了 結果我們在教人際溝通太了解這個了 我常在教學生測驗啊 我說老師講了30分鐘 請來教個學生起立啊 你附送一下老師剛剛30分鐘 講了些什麼 你可以說一下 我在講的時候他都一直在點頭 他就跟他說 請問我剛剛30分鐘講了什麼 他講不出來 你等一下 他可能緊張啊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跟你說 我們有做這方面的研究 因為他的表達的整個的理解的系統 表達語言的習慣跟你就是不一樣 訊號沒有接收到就對了是不是 對對對 就是他聽你說他也傳出 這裡有傳媒嘛 就是我們那個 一個訊號要傳達到你 這中間有經過很多東西嘛 對吧 我必須要code it嘛 對 要傳出一個message嘛 那這個message實際上是coded message 那是帶有我的coded 因為我習慣這樣說話 可是你不是這樣解讀的 所以 除了之後他還要面對你周邊的雜音啊 你不是只聽到我這個啊 你還會聽到Noise 你知道嗎 然後再進入你的系統 你再把它重新解讀 那他剛好沒有進入你的注意力範圍 他就忘記了 所以我跟你說這不是 不是說這樣聽到 人家給你聽聲幾次 都不是這樣啊 譬如說我他媽一直強調那句話說 請你用法律要件的方式來回答問題 不然你的記者會沒有用啊 記者會因為人家手上都有一些 這個我們廣義叫先入為主的成見跟認知 對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把詞 所以你現在如果不是斬釘截鐵 就法律要件回答問題 我告訴你大家都聽不進去 因為你沒有改變他的框架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沒有辦法改變記者跟那個 政論節目上那些人的認知框架 不可能 你等一下 一點就破 漢哥今天講這很有道理 對 我會覺得 如果你要說服通文層以外的人的話 你必須要有斬釘截鐵的證據跟這個 就是法律要件嘛 很清楚的法律的證據 你說我現在的證據 我全身告訴你都在說一句話 什麼 請問你要到十六那916萬 發票公布了 你黃山山明說你交給東木正 那你說東木正漏燈 這你講的啊 那東木正說沒有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事實上沒有看到發票 那你說你有啊 他漏燈啊 那你為什麼不公布 我到現在沒有看到啊 好 這個確實是一團爛仗啦 所以第一個 剛剛講金華城嘛 然後政治現金案的這個收支跟報仗 他還有他跑去買相伴 就是說一一一的事情 全部繳在一起以後 來我們請確保跟大家講 好 民調確實受到衝擊了 來 我們今天第一個 第一個要看到的是幾張 美麗島電子報的 然後他調查時間是8月21號到8月23號 那跟大家講一下樣本 1082人裡面 這個是8月23喔 8月23 4300萬商辦 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 對對對 你怎麼那麼精準啊 對對對 讓他提醒齁 這個民調是買商辦之前 之前喔 那這意思是說商辦的事情 爆料的時候還要跟 絕對相 又相 因為商辦是社會觀感 是人設崩壞 而且 因為你又說了一個隨便說的話 說藍綠都這樣啊 叫人跟你公布 宋楚瑜 然後最近兩年的總統大選 都不是這樣 好 沒關係 那個 對對 我們一個一個來啦 來 我們兩個要把他講完 所以 不只說就是 你不要隨便講話啦 我們參與政治已經30年了 人家我們是 對這些細節都很注意啦 不然為什麼 韓國瑜 侯友宜 都全部捐給國民黨 人家知道過題是怎樣嘛 人家知道 他說小英買辦公室 人家也沒 宋楚瑜也是捐給親民黨啊 小英成立基金會啊 賴清德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嘛 對不對 都沒有六塊 六塊啊 這個沒有錯啦 是你的錢啊 可是你要知道 你有這些選票 不是你個人造成的嘛 是社會集體發力 讓你有這個選票 大哥 我打個唱齁 他現在一直說 那也不是我個人 那是柯文哲辦公室 你說他真的是要做辦公室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跟你說 你說的都沒有 請你回答法律要件嘛 地政事務所就登記你的名字嘛 你不是法人登記 是自然人登記 所以我知道你說 你說你不要跟我說那種政治話啦 請你用法律要件 用法律語言回答啦 其實可以給民眾黨去買民眾黨的辦公室 不然就是嘛 對 你就民眾黨 沒有 他現在還有一個節嘛 捐給民眾黨嘛 他現在還有節啊 因為你現在最自然人買的嘛 對 我跟你說這種事情喔 真的碰到法律 沒有司法系統的人看問題就是這麼直接了當 你不要跟我說那種政治話啦 這個辦公室是我自己在用啊 我也是黨主席啊 所以實質上就是黨主席辦公室啦 他說蔡英文馬英九都有辦公室 所以坑澤也有辦公室 他怎麼來比我們不一樣啊 蔡英文跟馬英九辦公室太多了 對 他是領域條例當中國家出錢租的 之後八年到的也沒有了 所以我就跟你說喔 你不要再餘木混租了啦 因為你知道細節的人非常的多 而且過去我們尊敬的政治人物 就是這樣在做 誰要人會注意這種小子 因為他覺得這個重要啊 因為我不是自己當選啊 我是人民的支持當選啊 所以我要回歸人民啊 就是這樣嘛 他這邊真的是 他三分之二分給個人啊 沒有 你分給個人你要怎麼用 賴清德也是給個人啊 他三分之一捐公益啊 三分之一幫什麼清安學生啊 對 對不 也是他個人捐啊 對不 對捐公益 所以是用途嘛 你不是剛才買房子耶 你再租人 你還立刻轉行為包租公耶 不然那個租人說 本來就租賃那不是我的租賃 之前的租賃契約 只是不破壞而已啊 讓他租到2025啊 那不是他租啊 他就是這樣啊 我還替那個民眾黨講一下啦 民眾黨的說法是這樣 沒有啦 我知道啦 但是當然很多人不接受啊 對不對 當然會這樣 不然你把租金捐出來嘛 之類的啦 租金捐出來 沒有啦 因為我... 辦公室捐給民眾黨 沒有啦 因為喔 那是你的名字啦 你是用自然人買的啦 這個跑不掉 而且是被查到的 也不是公開講的 是嘛 照理講五月買的時候就可以講 你又說什麼國家機器追殺 拜託的啦 那個第二戶籍成分 本來就可以申請 所以黎元鳳也沒有透過特殊手段 你就說 就是說你不要喔 這樣已經進入這個階段了 你就不要去唬爛一些喔 就黎元鳳是不是賴清德 用檢調去幫他忙 那就會好難嘛 人家就是真的到地震事務所就可以申請 叫第二戶籍成分 就別人的嘛 本來就可以申請啦 這個... 我們就對比你的身分證號碼 因為他寫柯 然後蓋住 對 但他全面是J啊 是新竹的 對... 因為J啊 新章 然後第二個人家有去查到 他兒子的身分證號碼 不一樣 就不一樣 對 簽號碼都不一樣 所以你這是要說什麼啦 就是說你不要低估 台灣老百姓的辦案能力啦 這種東西完全不用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能提供什麼資料 我們知道啦 這個不用啦 這個不用啦 好 來 觀眾朋友看一下喔 來就幫你把最高跟最低講一下 綠色這個 那個... 2019年6月那個時候其實是 最高的 對就是說63% 這是柯文哲啦 那是民眾黨剛創立的時候 對 他曾經有到60幾大 2019 到5年前啦 對 就是他公充立民眾8月那時候 對 那時候是63.0 然後現在是23.4 然後 那個時候 所以他一定是高舉 某些理想性的東西 被人家認同嘛 對 所以為什麼現在的落差會這麼大 因為你沒有做到嘛 我覺得那個... 你不信也很慘 阿扁 民進黨說 青年勤政要什麼 叫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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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所以一定要... 民進黨如果 陳水扁 好像2009年還要繼續在黨內重建 那沒那麼可憐嘛 阿怎麼辦 對啊 怎麼辦 所以你要換人來 換人來接嘛 你說當主席要換人好 當然是阿 不然你想要怎麼解決啦 你未來還有其他的案子 你要被約談 如果民眾黨還要再存在的話 柯文哲不應該再當當主席了 當然是阿 不然你要怎麼處理 你看全世界 有哪一個政黨可以這樣處理 當然是你要先離開啊 其實我們要處理 任何危機處理 當事人就是要先離開位置嘛 不然為什麼我們地方 那個自治法有 有那個現任市場 要立刻 只要一審有罪就要停職啊 一審有罪就停職了嘛 對... 我就是這個意思 對... 人家制度上的設計 有瑕疵你就要先離開 我說這個 我就跟你說政治學 它有它的基本原理 這就不是你說 我就是與眾不同 抱歉 我們政治學不會這樣思考嘛 對... 你是當事人嘛 那你有事嘛 對... 平權 你要離開指揮 讓別人來嘛 譬如說他不是說 所以要交給 台北市快施工... 開心施工會 進來查帳 結果那個開心施工會裡面 那裡面的那個幹部 又是東部鎮 對啊 東部鎮輪職就會輪到主席 對... 執行長嘛 是這樣 執行長啦 他會輪職啦 他就在裡面啊 阿叮噹如果要換黨主席 要換誰啊 沒有... 這是他的問題啦 我們不好去說啦 裡面有人一堆啊 可是就是不能當事人 不能是當事人 請你去咧 我又不是黨員 真招入黨 沒有啦 這種的喔 亮哥點出了關鍵問題啦 對啦 現在黨主席確實有 你說報仗他 他不知道 監裁員通知 其實監裁員通知他還不知道 那天其實我有點不高興 我覺得... 對...你以前怎麼跟大家講的 4月8號通知了到8月20 你看我日期都記得很清楚 我覺得我們很苦悶的 大家樓下啊 記得問他說 人家4月監裁員就通知你了耶 他說我不知道啊 如果我知道我就會處理了 對不對 對...他的說法是這樣 那天我真的不太高興 如果你都不知道 那誰能知道 難道是我跟亮哥知道嗎 你自候選人啊 那通知... 你比人家都在暗口 對...如果你被蒙蔽 就表示你沒有能力嘛 是啊 但如果你明明知道 叫做那個東西 不要跟我講到 那這樣就不好 就不對 所以知道怎麼講 你以前要求所有政治人物 下旗要上達 傳達訊息的速度 就代表這個 團隊的清廉度跟能力 你自己沒有做到嘛 好...那第二個 因為這個事情涉及啦 那第二個 商辦就是你自己買的嘛 是啊 我跟亮哥的看法一樣啦 商辦其實喔 才是最毀掉那個人設的那一點 我覺得是 不是不能買喔 買的當然不好 就是你買了以後 你根本不想讓大家知道嘛 你五月就買了 要不是黎言鳳講 對不對 黎言鳳講完你才承認的啊 你老婆說去看什麼 1.2億的時候 你還在那邊 唉唷 怎麼那麼貴喔 什麼的 其實你已經買了事情 那4300萬 你在台北市說實在的 也不是說多天價啦 只是揭露訊息這個事情 你也沒做到 好那回過頭來 剛剛亮哥講的 我們來把這題好好談清楚好了 照講如果有黨 裡面有黨員 對黨的形象造人傷害的時候 其實中評委就要處理了 可是民眾黨顯然不可能 由中評委敢處理黨主席嘛 那個黨籍就是 沒可能嘛 對啊 現在等於是一人政黨啊 對啊 柯文哲就是民眾黨啊 民眾黨就是柯文哲 有人講說 你叫柯文哲離開當黨主席 那民眾黨就解散了 可是他有八席的立委了 這個事情喔 我們 把它 怎麼講 亮哥你覺得 你剛剛已經講了 你覺得他要 死掉黨主席才能處理嘛 可是沒有人可以讓他死 除非他自己願意 對不對 不至少他要 要讓副主席先代啊 他沒有副主席啊 不啊就 就權貸會來設一個制度嘛 拿來開臨時權貸會 就政策 你如果認為不要讓他辭啦 那至少要先離開這個位置嘛 那權力 這樣也可以喔 權力轉到哪個單位 就黨務實質交的 不然你就實質交給中常會啊 那就變成基地領導嘛 對 這也是一個方法啊 就不辭 但是把權力交出來 是啊 對啊 這個要有一個決議啦 這個黨要有一個決策啦 那像法人的處理的概念喔 董事長下來的話 我就是董事長沒有改選 對 那董事長比如說用 生病理由啦 或幹嘛啦 就停 停職一年之類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變 董事會來做決策嘛 對 所以就是辭黨主席 或是交出權力啊 這兩個 不一定要交出權力啦 你說一定如果不要 禮拜四的時候還要 這樣 生氣 媒體都亂報 對不對 國家機器動得很厲害 藍綠在夾殺我 好 他禮拜是這樣說的 愛你賣得祝你幸福啦 你的結論是怎樣 我來就是啊 很多民眾黨都會說 好啦 愛你賣得祝你幸福 其實不是愛你賣得 我愛過他啦 我們現在祝你幸福啦 就口不出二元嘛 祝你幸福啦 好不好 你就是沒有用法律要件 再回答問題 你如果沒有這種程度的記者會 我跟你說 你不會過關的啦 這很嚴重 我跟你說 因為MG149那一次 我們是在幫柯B助選的 他那個記者會 就是在法律層次 擋掉所有的問題 蔡秘魯把他送的嘛 所以羅蘇蕾後來再打 就打不下去了 我跟你說這個東西很 這是一個客觀的問題啦 你不要覺得是 別人在抹黑我啦 用政治概念就可以把它兜過去 不可能啦 法律就是法律啦 而且約定俗成 我們過去有太多案例嘛 我們會知道 法律大概只能怎麼走啦 法律本身也是個科學啊 那不然那種各種論證是怎麼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已經跟你說過這個事情了 精華層你要證明你沒有圖利 你就要證明 市長有這個職權 我就是可以把它提高到840 或者是 都委會真的有做出這個決議 他們直接提高到840 或者是過去有權力 你就是這三個邏輯啦 不然法律上你怎麼自我辯護 好 讓你講得清楚 對 就是這樣 就是證明就是 我這個並不是幫他特別弄的 你本來有權利益 或者是說 這個雖然有委員反對 可是贊成的更多 那而且以往都是遵 就是遵從最後那個都審會的決議 市長只是尊重而已 那你可以這樣 既然他做成這個決議 你可以這樣說 對 你就不能說是多少 這樣子就可能可以過關 對 對 沒有 你需要回答法律問題啦 真的是這樣啦 會不會一開始是 反對意見居多 那你喬過委員之後變成 反對意見變成極少數 那剛剛講那個我補充一點 我有聽到那個 這人家會去查過程的 就有幾個反對的那個都審委員 後來離開有沒有 對啊 我有去問那個市府跟民眾黨 他講說偉漢哥不是 那是因為他兩年任期到了 他本來任期到了以後就是 那你就沒有再用他了 就說我們不是把他換掉 是只是後來就沒有他了啊 對啊 可能很多考量啊 沒有人說一定都要同一批委員 這個說法就是 我知道啦 就不要把他檢得成說 給他換掉這樣啦 好 那個精華層部分 讓他去好好想啦 那重點在於 剛剛亮哥這個 我想再問亮哥一句啦 那如果客戶者真的後來 做出這個決定 交出權力或者是 真的是要黨主席的話 那現在目前民眾黨最有 實質政治能量 就是那8席立委嘛 這變成是由立法院的民眾黨 立委來實質變成黨中央嗎 我告訴你啦 有實質權力喔 跟處理黨務 這還是兩回事啦 譬如說民進黨 也有很多 民心立委啊 民心縣市長啊 可是他跟黨務還是有點距離嘛 譬如說國民黨也是這樣啊 李蔣萬恩有在介入黨務嗎 盧軒有在介入黨務嗎 盧軒有在介入黨務嗎 沒有 所以這個坦白說還是要有一定的使命感 就是我要救黨 我要救這個黨 這要投入很多喔 你要投入很多時間跟心力喔 因為2026就要選舉了喔 你要開始 到各地去推候選人喔 那在目前的情況下 會有多少人願意 用你的名義來選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有很多人喔 可能你可用五黨集選啊 他也不一定要用民眾黨 因為有民眾黨 現在搞不好也會受傷啊 這跟四年前是完全不一樣 跟2022是完全不一樣喔 因為我告訴你2022是民眾黨這支企業插下去 就有空氣票嘛 那現在插下去咧 你可能倒胸啊 這插到崩潰 不知道 不然因為你可能要回答很多問題 譬如說我記得啦 我2008在選立委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遭中山 北中山嘛 問他阿秉的事啊 我這樣走走走走走 就有很多選民就直接跟你說 水平都很直接的啦 說阿亮你不錯啦 可是你為什麼要支持陳水平 這麼直接啊 非常直接 還有一個小女生我永遠記得啊 那個女生大概二十幾歲啊 就當著我的面子說他要投籃投籃 好亮哥剛剛在我們節目進行中 那個志漢也有出來回應啊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明天的記者會沒有 這個金華城嗎 他現在連商辦都沒有 他是要問什麼啦 他說商辦呢 柯文哲買商辦 就是為了黨啊 就是為了黨務啊 因為以後可能給黨用嘛 所以好像沒什麼好解釋 所以明天也不談 我是不太能理解 然後你就幫他講清楚 為什麼明天不談 亮哥你怎麼看 他不談就是把選舉補助款 理解為個人收入嘛 所以他要買什麼呢 那是他私人問題嘛 我本來就沒有說這個違法啊 這就是社會觀感的問題嘛 可是你如果要扯說這個是黨務啊 那不好意思立刻覺得 因為現在的名義是自然人 對 那你自然人 以後即使你黨主席在這裡辦公 那 你沒有去收租金 那沒有錯 你幫民眾黨省了一筆租金啊 這個沒有錯啦 可是你都沒有講 因為這種東西用法律的東西 都是一板一眼的啦 就第一個 現在的所有權人是自然人嘛 就你柯文哲嘛 你並沒有變更變成黨 黨的財產啊 因為你政黨可以有辦公室 這個沒有違反黨產啊 你政黨是可以買不動產的啦 就國民黨那一動就是嘛 對吧 那你就明天宣布 我捐給政黨嘛 那不然就 我以後黨主席在這裡辦公 我不跟民眾黨收租金嘛 嗯 這都要說清楚的啦 不然這都帶兇了啦 因為 你把這個當作自己的錢 那用自然人去買房 五月到現在 你已經收了三個月的租金了嘛 這就已經兇了啦 這政治本來就是這樣啦 就是 你有一些東西你可以這樣說 說啊 讓大家有個期待值 那你如果沒有兌現喔 你就死了 比如賴金德 賴金德賴皮疙受傷嘛 人承諾他當選之後 他會把他改成礦工紀念館 結果 百日 到上任 他真的做到啦 所以這個他就會加分嘛 政敵都是一板一眼的啦 你賴金德如果當了一年都沒有做這件事 你看國民黨的人幫你收你 一定是這樣嘛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表示賴金德把這件事情 放在他心裡 他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 他要做嘛 因為這幾月到落實 也要有幾個月的時間嘛 他真的做啦 那一樣啦 你現在是會邪他村啊 你就要立刻做處理嘛 說我不收租金 或者說我把他捐給黨 那不然你要消費 對吧 這做很實的啦 我跟你講 法律的東西喔 你不能用形容詞來帶過啦 拜託啦 老教一堆啊 一大堆名嘴 那些也不一定從政很久 不然人家都轉家啊 你躲得過皇帝影 你躲得過grace rule 拜託好不好 不要講詹益善啦 他們都很懂的啦 那些人是差貓咧 對不對 你怎麼躲得過嘛 亮哥你看到那個 你怎麼都知道 柯文哲買上班 我昨天問了幾個民眾黨的立委 我不知道啊 他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嗎 我告訴你連民眾黨的立委 都是前天才知道 對啊 他們也不知道啊 我就不要講是誰啦 我問說你怎麼知道 你說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 剛剛亮哥已經講了 我也不知道 現在看我們節目的網友 裡面有柯文哲支持者 我也希望民眾黨要再站起來 可是有的事情 你必須跟大家說嘛 你1月18號的時候 李鼎麗開記者會 我還有秀那個圖給大家看 你怎麼說 你拿到這1.1怎麼用 他說我們要 捐作黨務 公益 使用 還有立委員的黨團 你沒有講說 三分之二給個人 那也就算了 你也沒有講說 你要去買什麼商辦 你說買商辦不行嗎 我看到還有很多網友 他在支持柯文哲 支持很好 我們今天檢討 其實在支持柯文哲 我們沒有說 他不能買啊 對 但是你要公開 你就5月買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 跟所有小草們那個說明 或是說報告 你們今天給我的這個 這個錢 我們做什麼用 那我拿著選舉補助款 我去買什麼的 你也可以公開啊 你也沒有公開 好就是大家對你的想法 我就講嘛 奶茶 鮮奶茶的例子嘛 你去喝鮮奶茶 一部分比較貴嘛 鮮奶茶裡面 奶茶貴很多 奶茶可能25 鮮奶茶一杯就要50要80 結果你鮮奶茶裡面不是鮮奶茶 我跟你說他可以買 這個沒有人說他不能買 問題是人家直接對比的就是 侯友宜嘛 韓國瑜嘛 賴清德 蔡英文嘛 都沒有事 宋楚瑜嘛 那為什麼你與宇宙不同 那第一時間的說法還是說 跟大家都一樣 蔡英文也有買辦公司 沒有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在這裡怎麼說的 不過是你 什麼藍綠比我還差 對不對 就是說為什麼 我們說的是總統級的候選人 就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做的 為什麼 你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吧 因為人家對你有期待啊 對你有期待才會這樣問 你知道嗎 我管你怎麼花那個選舉補助款 對不對 很多選舉補助款 很多任務領到都會先出國七頭 對啦 我都知道啊 這也是事實啦 可是立委那個級別 好啦 你最多十萬票啦 十萬票也三百萬而已 三百萬也不能做什麼偉大的事 你是一英耶 你是一億一千萬耶 而且你零到三分之二 七千萬耶 所以為什麼人家會關注 總統候選人怎麼使用這筆錢嘛 因為他是可以做某些事的 你自己理不工啊 你不是立委耶 立委好了你拿了三百萬啊 要怎樣嘛 你要叫人家捐出來 那個有點強人所難啦 因為我知道很多任務也沒錢啦 這屬性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級別不一樣啦 就是這樣嘛 所以 反正你就是與眾不同嘛 你要我幫你自己這樣的 與眾不同的行為辯護 沒關係啊 祝你幸福啊 你今天的結論是祝你幸福啊 沒有啦 因為你如果 你認為你這樣 我沒有辦法啊 我可以做啊 那就祝你幸福嘛 祝你包租公愉快嘛 不然我要怎麼說 祝你幸福嘛 祝你當包租公每天很快樂嘛 啊 政治上呢 政治上呢 人家覺得 你的格調就是這樣而已嘛 這重演性耶嘛 你如果連覺得這種政治格調 不重要 那你從政幹嘛 那你為什麼要從政啊 那你當年為什麼會有63% 這不是人家對你的期望值嗎 對啊 那你就是 你期望值不要了無所謂嘛 那你政治還搞得下去啊 好 亮哥喝口水了 我們讓全忙 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因為一開始 最一開始假帳風波的時候 他說他不知道嘛 可是這個錢他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啊 端木證 降燈他不知道啊 然後那個監察院 4月8號通知你 這樣有問題 他也說他不知道啊 可是這個錢不是 他這跟李文仲閨 果然是同學啊 都不知道啊 可是這個錢裡面 不是就包含商辦的錢嗎 沒有 不一樣 沒有 不一樣 選舉補助款 是我拿到了這個 300多萬到以後 我拿了一億 對 不一樣 那個如果 從那邊挪過來 那問題更大 拜託 他就失蹲啊 拜託 這個是他個人的錢 所以是剛好是分 這是他的錢沒有錯 在法律上是個人所入 好 學寶這樣問 我們也幫各位網友 因為可能有些網友跟學寶也一樣 就沒有那麼清楚 就以往選總統 拿到幾百萬票以後 都是上億的補助款 從以前陳瑞扁 馬英九 蔡英文 一路這樣下來 賴清德 那沒有當選的一樣有嘛 大家都是要嘛 就是捐出公益 要不然就成立一個基金會 基金會 它會有很多人一起 對 要不然就由黨來用 我早上訪問李乾隆他在講 他說韓國瑜拿到552萬票 那也是1.6億耶 他說所有的1.6億 通通都是黨中央 他說他完全沒拿 對啊 以前每個選總統都是這樣 因為你選舉過程中 也會有人 有人給你捐款什麼的 你會有選舉的一些結餘 所以就誠實申報以後 就這樣就好了 那個通常是沒有給黨去用的啦 那柯文哲主席 確實就跟其他藍綠的候選人都不一樣 但你又偏偏說大家都一樣 人家就會跑出來講說 我跟你不一樣 這個是TVBS的最新民調 也做了這個賴清德總統上任百日的民調 那許保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他裡面做一個比較特別的 他可能想知道一下大家有沒有後悔 結果呢 就發現之後 對對你來 你跟他講一下 他這個問題是 如果你還有再一次機會 重新投票選舉總統的話 你會投給哪一位 那其實你看像 這個已經有算入4300萬的事件 因為是8月26號的時候 對 沒錯 所以是 他做了6天嘛 對對對 好 然後所以呢 這個結果是侯友宜沒有變化 那賴清德增加了9% 然後呢 柯文哲從26%現在是18% 掉8%啦 掉8% 所以現在不到 就說有8% 這樣加起來100多萬的 那好像移過去了 沒有啦 這個 沒有啦 這個還要查 賴清德那個是 柯文哲的票 還是本來不表態的表態 對對對 還是要查一下 他不一定是完全柯文哲傳過來 柯文哲有可能是不表態的 可能上次沒投的人 這一次如果重新投票 假如說那我 上次我沒投 因為我們的經驗就是 對政黨失望 他大部分是轉成不表態啦 他不會立刻轉移啦 可是賴清德他確實做了 就是打貪嘛 其實打貪喔 是很容易得到老百姓的鼓掌的啦 習近平也是啊 那時候習近平2012到2014 中國不時也不能說 習清天 對不對 他現在就是這樣嘛 看你反到哪個程度嘛 所以反貪一定會得分的 那第二次當然 那個26號 我不知道他那個賴皮寮 那個礦工辦公室公布了沒有 那個應該也會小加分啦 有 好公布 對 就是那一天公布的吧 那一天嘛 沒有啦 我剛剛 這個可以理解啦 大概就是 他有加分這個 感受得到 不過這些 這些 在野黨也不要喪志 因為賴清德未來難關很多啦 難關很多啦 可是他現在已經接近五成耶 沒有 那個不重要 因為反貪本來就會得分啦 那反貪並不是你的政績啦 這不是政策啦 他政策不好做啦 比如說那個星星安 星星安 那明年你會碰到停電的挑戰 對 之類的啦 可以以後這麼看 可以以後這麼看 對 好 這個是TPP最新的民調啦 那柯文哲辦公室這一題 這個剛剛陳志然想說明天也不回答 其實我真的覺得他最該回答的就是這一題 因為這跟你有關嘛 你說東目證怎麼登帳你又不知道 你也不是記帳人 沒有 我跟你說 他如果這樣回答 這個是你去買的啊 又不是這樣 沒有啦 他如果這樣回答說 參考他黨設個人辦公室對不對 對 說你這個人對於事情的了解都不夠透徹 他黨的個人辦公室都用租的嘛 不是用買的嘛 而且 而且 而且絕無可能用個人名義買嘛 你說你 你那個了解問題如果都這麼 都這麼浮面啦 你就這樣要類比過去 那事實上你講的都是錯的 我跟你說台灣喔 對於這種細節了解的 我們不要說資深記者啦 一大堆人也知道 那企業界一大堆都知道啊 會計師也知道啊 人家都厲害人物啦 你更不要講那個政界的人 所以你說這就是 我們說一句話叫做真言說瞎話嘛 不然就是你那個眼根本沒睜開啦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人家真正的狀況 那請問你的情資收集 你政黨在幹嘛 你黨主席要給你談餐啊 欸 你看人家剛剛 所有的部署都登出那個 歷任總統候選人的處理方法 的一個對照表 那這個資料為什麼你們內部沒有 整個總部可能不知道啊 是啊 怎麼可能 所以這唯一的解釋就是 沒有人敢跟他講嘛 或者他做這件事根本就沒有跟你討論嘛 他就直接幹啊 我都懷疑知道人到底有幾個 我認為是零啊 所以自己跑去買了 當然啊 你1月13號酸料 5月就買了耶 而且還是帶租金買的 這也是一般如果人家還有租約會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房子都在立法院附近 對啊 都在那幾個 那個1.2億也是在附近啊 在做 對 是啊 你電話就這棟 是啊 都在附近啊 中心大樓 對 然後呢這個 這個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還有立月三寶 還有炸雞跟那個小煎包 這個立月三寶就在這白色跟這個 這個像 從這進去 對 然後旁邊這裡有一個科倉民婦產科 一樓這個 然後右邊這一棟呢就是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橘色這個 右邊這個 就之前開那個 司機師記者會的地方 所以其實 柯主席也要想一下啦 你以前跟大家講 就照理講 你用了選舉補助款 你買個人辦公室 你應該五月想買的時候就跟大家說 我也跟大家講 沒有啦 你如果要買辦公室喔 那你的級別就跟柯借民一樣 柯借民買青島東路4號4樓啊 大家都知道啊 他自己買的啊 所以每次假動他就走過來啊 他坐在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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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不過是說 你會讓人家覺得 你就不是 國家領導人級別的嘛 喔 因為柯借民領再多錢 也就是一個區域立委的補助款嘛 那兩三百萬而已嘛 嗯 那那個人家就算了啦 你知道嗎 那現在這樣 這簡單說就是 期待值啊 其實我在別的媒體 我有講過一段話啦 政治日本喔 要做老大 你要付出 你要犧牲 你要以身作則 要 要率先做 大家的代表 你的標準要比法律高 不只這樣 你要比其他黨員要高 不然平常你做老大 這個就是期待值嘛 你看我對一個黨不是這樣 人家有志氣 要繼續當領導人 他就必須願意奉獻 願意付出 願意犧牲 然後當黨員的表率嘛 以身作則嘛 對一個不是這樣 沒有內心的 為什麼要捐內皮了 臉皮厚厚的 我就動手了 不然你是怎樣 那為什麼要捐 因為他還在想第二任 這個事情要收尾啦 不能放在那邊 當然是嘛 因為他還在想他的第二任 那個你現在是勸公的 明天禮拜四的記者會 要收尾 不要 沒有啦這我沒意見啦 你現在對他很失望就對了 沒有啦 他如果很愛買家 很愛做包主公 就很幸福嘛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強迫人啊 因為我就覺得我不會幹這種事啊 那你怎麼會做這種事呢 你怎麼會急著去買房子 這個是你有很驚訝嗎 而且你又沒有房子 你又不是沒有房子 而且你的房子還不錯耶 他的房子市價接近1億耶 對 在那個 對 在那個永康街旁邊 那樣是沒房子啊 而且台坡大樓 也讓你做辦公室啊 你也不是沒有辦公室啊 那你距離立法院那麼近 有特別意義嗎 你整個人在走廁所裡喔 你又不是柯建民 柯建民是不是在講董耶 所以我就是想不通這裡的邏輯 只有一個就是愛買房子 沒什麼理由 那政治人物這個人要買房子喔 這樣我竟然不要選總統了啦 哪有一個選總統的人 全都要買房子啦 你建議他把這個辦公室捐給民眾黨 對不對 不要說建議 就說這個方法是 因為現在你已經是自然人的民意 對 沒有啦 這個會看你要走多遠 這我沒有意見 沒有黃國昌為什麼要捐 把東西捐出來 為什麼要把違章打掉 黃國昌是在講話太遠了 你也可以跟人參選啊 我違章就象徵性的敲一塊 好不好 可以這樣參選嗎 沒有啊 媒體沒有來的時候就 就當作呼呼的準不算啊 剛剛意思是這個 總統沒有辦法呼呼的準不算啊 其他的議員立委或什麼 大家沒有盯著你看 可能大家以後是沒追究 可是總統不可能啊 不可憐啦 所以亮哥你剛剛在講 而且人家有比較直耶 你是有參考對象的耶 剛才你這樣別人都沒有 這樣你不會丟分我才不相信 那2026 柯文哲 還有辦法 帶領民眾黨繼續 往前走嗎 沒有啦 我就看他做到什麼程度啊 這種也不用怎麼說 而且我也不知道金華城有沒有罪啊 你如果有罪那就不用說啊 那不是 你現在問說 鄭文燦2028還有機會嗎 2032可以嗎 不用問啊 對不對 鄭文燦怎麼不用問啊 是嘛 就是說已經破了 其實也還沒判耶 現在是起訴 起訴啦 求刑12年 是啊 你如果知道不會碰到貴人法官 對 如果說偵辦過程有瑕疵的話 也會有 是啊 你不知道嘛 所以為什麼檢方 2800萬還硬要抗告 因為覺得你外面有很多法界的朋友 不讓他招保啦 就是要 因為求刑12年意思其實是要告訴 設備各種他可以繼續押到 益審的判決出來 對 然後繼續把刑期服完 反正這個收押的過程 都不會多關 沒有錯 因為我求刑12年 是啊 對 是這個意思 他招保我也很驚訝啊 因為先前三次都不給 就是到最後還是押了 他現在給他交保 然後離開要出去了 對 那前方那個 院方可能就是說 你都已經起訴了嘛 表示你已經偵查結束了 對 所以就可以讓他回去啦 等到之後再來服刑就好了 對啊 檢方不接受啊 對 檢方認為還是 應該把他壓著 對 檢方我認為也不是怕他 竄共或逃亡啦 他在臉上大家也怕怎麼逃亡 對 不然要坐堂口要背著對不對 最主要是怕他去竄法界人士 是齁 可是他像昨天出來 他中間有沒有可能就是 因為他們在抗告 會不會很快又進去 沒有 現在這樣抗告啊 我知道 兩千八百萬 還繼續積壓 對啊 這也是可以拿出來 天啊 他是累計的吧 那是累計的錢 還是這次的錢跟上次的 沒有啦 都獨立的 兩千八百萬 我越來越高 這已經是政界No.1 而且 錢都準備好 對 好厲害喔 好啦 我們來這個讓網友 學吧 不然問個問題 好 網友大到含不住 他想要問 他想要問亮叮噹 柯文哲在FB上面寫說 最幾招 還沒有得到大家的諒解 然後又爆出了看豪宅買商版 柯文哲的政治現金風波 有辦法直寫嗎 剛剛其實叮噹有講了一些啦 沒有啦 最幾招他是來說 什麼示人不敏用人不當嘛 對 他說 我這個治國人力被人家懷疑 這種 這幾招是禮拜五寫的 這個都不是 這個都不是在回答法律問題 沒有 我跟你說 三半還沒爆發 他的最幾招就沒有用了 那是書情文而已 因為我在說 我就說你也用形容詞 來回答法律問題 你916萬的發票先公布 這一翻兩瞪眼的事情 你怎麼寫都沒效啦 因為華珊珊你自己講 你說你是有把發票交給段木正 那你為什麼不公布 結果現在就跟我說一個理由 不過我們的證本都交給檢調了 這你敢相信 有人會把自己的證本全部交給檢調 自己沒有留影印 你這麼空喔 有說那天北極在的人來衝衝啊 就趕快 抱歉喔 就給你們先拿走 北極站來了六箱早就準備好了 你沒有影印 那北極站如果你衝衝你要怎麼樣 怎麼可能嘛 沒有可能啦 不可能這樣做 不可能這樣做政敵啦 不可能啦 你一定會有一個保 自保的證明嘛 怎麼可能沒有 那現在那個善後小組在做什麼也沒人在問的齁 本來善後小組開記者會 後來黃山安停權 後來又報柯文哲 柯文哲的商辦 所以現在也沒人在管黃山安跟善後小組在做什麼了 而且後來累計沒有發票的聽說不是1817 已經到了2500多 對啊 2000多萬啊 是啊 都沒有了 都沒有看法票 所以你說 你寫那種罪集招有什麼用 就跟你說你要針對法律要件 回答問題 拿出證據 拿出表態 法律上的表態 那跟你是第一個講說請辭當主席止血的人 沒有啦 長就出來了 長就有說有人在撞啊 什麼人 民眾也有基層啊 他們沒有你的份量啊 郭正讓一講的嘛 沒有啦 那也不是 唯有正量 才有份量 沒有啦 這個東西我在辦的節目講過了 我說這個時候 他要預期到未來他會被約談 他會被搜索 他在這裡 糾纏不清 回哥哥嘛 你這個董主席 到什麼出來發言都問這種問題 對 所以你 你那個政黨未來要有一些 政黨競爭的話題啦 你要表達見解啦 你立刻被這個岔開嘛 那你是怎麼做主席 你去想想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會很長耶 我認為至少會有半年 你看北四科 今天也在約談 對 對 對吧 對 對啊 那精華層假設 假設審訊金現在人家沒錢的對不對 人家剪掉就在那邊等 他回來 或者是先約談總經理 先約談財務經理 你們的錢有沒有給他 他就說 我們這邊是有資料喔 你不要 要做偉政喔 你最好說實話喔 有人會剩下的 就像個子 You never know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看看 你在這種 環境下 這麼風聲鶴唳 明顯針對要辦理的環境下 你是怎麼做董主席 這個整個都問這種問題 連我們的 出門還被圍 就 跑回家 你想我 你媽要出門還被圍 他走不出去 你想想那個狀況 那政黨怎麼做 亮哥 誰能夠 如果 柯文哲真的願意辭 如果 我不知道 沒有啦 不一定要辭啦 我就說 把權力受給 誰來接手 就中常委嘛 中常委不用集體領導嘛 因為我跟你說 民眾黨現在 找不出一個頭啦 黃國昌不是頭嗎 不是 蔡壁如呢 當然不是 所以就集體領導 大家都回來 蔡壁如我放棄那個 台中市顧問的工作回來 專職當副主席 沒有就大家 我認為 沒有一個人的領導 所以最好是讓 中常委來做決議 那會不會民眾黨 就散掉了 就不做啦 集體領導 我跟你說 其實有一個大陸網友在回答我的問題 他說民眾 民進黨 他是站在外面看 他說民進黨為什麼會比較有活力 派系鬥爭成這樣 因為他們不是 一人說了算 他認為這個很重要 他說國民黨 從蔣介石蔣經國一路下來的 傳統 就是一人黨 就大家就會自動去默拜黨主席 鞏固領導中央 對 民進黨沒有那麼徹底 所以還是有人在重複 所以你林以前也出事了 陳宗彥也出事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讓他認為這是好事 對一個政黨來講是好事 這是一個大陸的阿公 他是完全主張統一的 但是他在跟你說 關心台灣政治 你說共產黨為什麼跟民進黨 會比較厲害 他就說是這個原因 要不然就整個縮掉了 要不然就擺家爭鳴 不然也不是習近平 一個人就說的算 不是 他也是要政治局常委大家同意 你就縮掉了嘛 你如果 還是堅持你要一人領導 那你就是第二個清明黨 清明黨就怕不出來 清明黨其實曾經有過 46個立委 他為什麼留不住 不然整個就讓國民黨收藝了 今天結論已經有了 亮哥的智慧 科批退位 集體領導 退位是包含 交權或者是職業 科批退位 集體領導 讓小草 讓小草有一點機會 因為你集體領導 2026 你就認真去推市議員嘛 我認為還是有空間 因為不然你 你整個都糾纏在 柯文哲的司法案件 我給你報仇 你又又又報到符悬啦 你那時候如果官司要不 還在那個 是啊 人家去那邊問 第二次出庭 第二審三 對不對 而且我也要去擠壓 你不要以為不會 所以柯文哲要 專心的面對司法 然後 這個先幹出黨務的 心理準備 當然是啊 我看他剛剛沒有這個準備 他只是跟大家解釋說 我還要勇敢站起來 這就是 這又回到根本問題了啦 他不是只在想自自我保護 他可能剛剛他當初學會沒事情 那我坦白講你這樣就不是 為了黨再思考了啦 你是為了自保再思考了 你聽我的意思嗎 這種事情 這個社會上還是有一個客觀的理解 因為柯文哲很重要啦 我們也不是說不要柯文哲 你暫時 你可以停權嘛 或者怎樣 授權給另外一個單位來做決策嘛 那你先去努力 你的司法案件 剛剛亮哥講那個 他補那句 剛好是前面兩句的後續 完整了啦 柯P退位 因為 機體領導 讓小草還有機會 對啊 對 對不對 對 沒有你206是要酸子來發布 對 好 非常謝謝亮哥啦 來我們再問第二題 好啊 然後那個 武時蘭 伊拉斯卡 他想要問說 您曾說 柯文哲2028總統已出局 那請問柯P還有機會成為 盧秀燕的副總統嗎 這是第一題 第二題是 如果盧柯配 台灣look成軍的話 是不是你講的 打敗賴清的成功勝選的機率有多少呢 這個現在沒有辦法 太遠了 嗯 那 盧秀燕要跟 民眾黨合作也不一定要找柯P 你告訴我 他已經日日落落了 我一定要找你嘛 所以還是要先看2026啦 2026 搞不好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 授權 給集體領導的過程啊 那 江山自有才人出啊 所以你說那時候 誰表現得最好 那時候就很難說了啦 政治喔 政治都這樣啊 平凡啊 平凡啊 下來之後 那時候民進黨 變成在野黨嘛 20年爬不起來 對吧 我跟你說 民進黨2008 對 那時候小英來這 8年就爬起來了 小英來這主席 對不對 對 四大天王都落跑嘛 不願意想黨主席嘛 那時候民進黨誰最大 你也很難說是蔡英文 那時候地方諸侯啦 或者是 他還不是真正的共主 立法院到老也不甩你啊 他只是在那個撐住那個廢墟而已 對 那後來後來他就真的變 是啊 就是這樣 尤其當選總統以後 沒有啦 那很久的事情 他第一 第一次參選總統那時候 就已經是共主了 2012 2012就已經是共主了啦 2010選 新北市長嘛 他拿到100萬票 那時候他就大概就是老大了 你知道嗎 才兩年 所以我告訴你 政治很難說的啦 可是就是 因為 你如果想嘛 如果那時候貶系的人 還硬要說 他要來控制黨中央 你看會出什麼事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對啦 就是這樣這種問題嘛 所以 民進黨那個時候當然有一些中生代啦 新潮流啦 還有一大堆喔 包括我在內 大家就覺得不能再讓 磁鐵扁的系統 長權啦 所以大家就 合意說要支持蔡英文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老仙 跳一下就算了 孤寬敏 對 他說不可以讓進軍的啦 我大家嚇到要死嘛 他說 我如果選上黨主席 我拿3億出來 你就叫 他要捐3億給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那時候負債2億 所以你要想那個時候 困境 跟他差不多吧 結果你們也是 後來也是投了蔡英文 是啊 沒有啦 我就跟你說 你看那個過程嘛 2008 輸到咪咪咪咪嘛 負債2億 小英 終生在拱他來當主席 打敗了孤寬敏 對不對 小英一尊 四面楚歌啊 所有的大小的都沒辦法看在眼裡 所以我如果你說這個政筆很難說的 就事在人為啦 但是剛剛亮哥講那個重點啊 除了他對黨的奉獻 而且願意在困難的時候扛以外 兩年之後他選了新北市長 確實成績很不錯 那個能量就上來了 我跟你說 而且你對比的是蘇貞昌 強要選台北市嘛 他去保安空啦 你說這個 蘇院長就最難提 這段了 你就說了 因為他知道我們會拚的嘛 因為要拚輸啦 要拚輸嘛 他怕說 我如果拚新北 真的拚要怎麼做 拚輸啊 你跟這段說出來啦 我的事實就是這樣 我跟你說其實 民進黨中央那時候的想法都是覺得 蔡英文比較適合選台北市長 那蘇貞昌選新北 對啊 蔡英文不一定會上 可是會選得不錯 那蘇貞昌有可能贏 新北市有可能贏 蘇貞昌說 嬌壽你們就不愛拚 你是 我的蘇貞昌他說他不是這樣啦 對啦 好啦 但是大家都是這樣想 這樣看啦 講說你是搶台北市幹嘛 你台北縣老縣長 你又跟著新北市就對了 你去台北 台北市就對了 搶 搶 搶 不然我講 我在現場啊 你又在現場 你不知道喔 那我會算哭啊 大同區啊 一個人 蛤 你在現場喔 是啊 那人家說內心圈圈叉叉啦 蔡英文那個 政大教授 台大高材生 然後英國會 對 他比較適合台北市 本來不適合 他的穿著 他的對不對 我告訴你 他就是因為 結果他新北市還拚到一百多萬 剛好一百萬 一百萬啊 朱立倫一百一十一嘛 一十一萬票 破百萬啊 大家嚇一跳 就是說 沒想到他 讓人家感念的那個票 可以凝聚成這樣 所以能量要衝上來了 所以就 2012蘇貞昌跟他也是黨內 兩選總統啊 我告訴你 民調差一點點啊 還是蔡英文贏 那段歷史我很清楚 2010年料 整個中生代就 決定要讓蔡英文選總統 所以懂得承擔 奉獻才是正版 而且沒想到 你對基層的感動 可以到那個程度 你票開得出來 因為大家想說 新北市很難選 對啊 很多都複雜的 不同的 經濟生態 你竟然可以把票 吹出來 對嗎 就是 現在時間很短 只有半年 對 他就沒辦法 因為台北市 那個大風吹 我的位子已經坐了 被人家坐 我本來想 台北市 怎麼辦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閃 他就去選新北 對 他也沒有閃 因為他是黨主席 今天亮哥講的 核心的價值是 要 真大位的真實人物 必須有能力 感動人情 要自我約束 不要自信 我跟人家說 我跟人家說就是 你要願意犧牲 我跟你說 2008接黨主席 那是 要求 不做的工作 腮虧 那叫做腮虧 腮虧 他連續兩個腮虧都接了 一個是接黨主席 對 2008 一個是2010選西北 然後2012選 也是輸了80萬 也是沒贏 但是連續這樣子幾次下來 對2016 2012算選得很好 對啊 只差80萬而已 因為那個是 王雪鴻那些企業家出來站台 所以把蠻英雄給 拉回去 我本來很接近的 對 差距會非常少 我那時候在跑新聞 我覺得很接近的 差距會非常少 但真的贏80萬沒有很多啊 他說蠻英雄689 那蔡英文600 所以呢 這就是 609 你說一個人 你要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讓你的跟隨者有個期待感 你要付出 你要犧牲啦 就是這樣啦 蔡英文是最典型的啦 就是這樣嘛 我覺得今天的舉例蠻好的 對啊 亮哥今天講的就是 心靈雞湯也是 政治哲學 也是人生哲學 沒有 政治真的是這樣啦 對啊 接下來就看到說 你民眾黨的 就要不要犧牲嘛 每天都來黨部 努力 接個一些任務啦 之類的 要到各縣市 去開拓 參選人嘛 這不能就是這樣啊 好啦 這個柯P退位 集體領導 讓小嫂還有一點機會啦 對 那如果你司法檢調這塊 沒過關 或是你人設合計家的那塊 沒有拉回來 說實在 真的也不用看什麼2028 你那2026浮選的能量都沒有 對不對 是啊 所以還講什麼 2028 所以先看2026吧 先看2026 先看民眾黨怎麼度過這次難關 柯文哲他要怎麼面對 他自己要面對的問題 不用談到2028啦 連2026柯文哲他的角色是什麼 都還沒有很確定 好 今天非常謝謝亮哥 還有這個雪寶 你也要健康耶 他的膝蓋痛 好 那 對 我們下班聊一聊 下禮拜再聊 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收看下班和你了解 記得要訂閱下班和你聊的頻道會員喔 今天心情 嚇壞壞喔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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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痛 上班和你沾沾 真的很痛啊 會痛喔 領先見過 快點 來 吃草 做羽石 好 久我 抱歉 繼續 是 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